TF Boys两周年官方记录片 由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独家冠名播出 为了准备两周年粉丝见面会 TF Boys在北京开始了正式的封闭式训练 随着见面时间的临近 排练的强度越来越大 休息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而且不要扶给大家的力气 这样再收起来一点点 好 盲远先来 不想干是心里想的是 有这么多人支持你 还有这么多的动力 然后各种各样的 就逼迫着你不得不干 而且自己走上这条路 也是自己选择的 所以自己跳蛙的坑 自己的话挺好嘛 你怎么看待网友哪个人 叫你们淘本男孩的 就可能以前看到就会有点难过 然后现在就是慢慢就觉得 就是受到大家这样质疑啊 被讽刺啊这样就是 是偶像工作的一部分 习惯还好 每次都是训练好 很久之后去参赛 然后每次都会这样被刷下来 就是其实心中也是会有很多疑惑的 评论们别人信我不行 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今年十二岁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 你要有一点信心呀 好 我确定 好 我确定 OK 对 对 我从来就没用过这样子 非常适合 我觉得是一样可以改 就是第一个最后就是 我非常的适合 我非常的适合 你要站住 但是他们刚才跳的话 那你又自己 这样一个 这样逼 有练过吧 小凯同学 没有 你没有监督他们练啊 这几天我们作为逼的 你先吃点钥匙 失去 失去了 失去了 没有想过 就是进入这个行业就 我觉得失去的应该会比 获得的要少很多 获得的应该会特别多 你嫂子嫂子也是要唱的 在变生期好好把握时间 然后好好练习自己的技巧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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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大家好 最爱我的人别紧张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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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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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为自己疯狂 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也认得是你家的情绪 这后台是看电视吗 真的 真的 我还在我们整个听 真的是 我还在我们整个听 这次有的歌 《天哪》 也都是给你 这次有的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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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就好了 而且 带小事吧 没提 好 吃 你还不吃 我又放得很死 在整个排练期间 三个小伙伴吃住都要在一起 离开家人的照顾 长时间的相处 让他们学会了彼此照顾 新出的吧 我教你差一点 走啊 练舞也是TFBOYS日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 每天他们都要在练舞房和演出团队 在一起练习五个小时以上 一只唱歌跳舞啊就是 你其他的小朋友都要充实很多 因为其他小朋友全部都是在家里看书啊 然后出去玩 我们就也有玩然后也有活动 就这样特别充实 最早就找这种感觉的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稍微认识真正来一次好不好 看一眼如果没问题的话 你可能就过好不好 有问题的话就再来 十只北京最炎热的几天 十几个人长时间待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 肯定不会太舒服 但是练舞房里的枯燥和闷热 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认真程度 和积极的状态 一天时间下来 三个小伙伴通常都会累得筋疲力尽 直接在沙发上睡去 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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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界很复杂 混淆我想说的 就算是忘 不能绝望 我们再来一遍没关系 不能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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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代请问不要吸气 摸起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 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 不能绝望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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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用一只披萨的沉迷 我一出沉默舞台军 拍练节目总是要不停地重复 原本精彩的暑假 却要在封闭的房间中度过 心中的失落可想而知 但是作为队长的汪金凯 对团队始终充满着使命感 激励着两位队友 一起努力排练 一个人上台 然后到一个人的失败 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如果有队友来说 会给你安慰 他也会给你一些动力 就是为了我们三个人 我一定要努力 不能拖他们的后腿 我要带领他们 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这个地方 必须的所有人 他们为什么是伸手 我们好意思是这样 好意思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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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在一些活动里面可以一起玩 也可以一起成长 也可以一起成长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情 学习 学习 因为最近特别忙 要准备见面会的事 所以只有抽空的时候 比如中午睡觉的时候 看一下书 然后写下作业 晚上看下书写下作业 但是不会太晚 就是尽量抽空 然后实在写不完的话 就假期末再做作业 随着排练强度的加大 三人的身体逐渐出现了不适 王俊凯的嗓子炎症症状逐渐加重 为了能够尽快恢复 只好开始吃药 TF Boys每天的日程安排都很固定 几乎是宿舍练歌房练舞房三点一线 但是今天和往常有些不同 一群同样来自TF家族的小师弟们 来到北京为他们加油助威 看着这些刚刚出道的小师弟们 他们是否想到了几年前同样智能的自己呢 三人中唯一没有生命的易烊千禧也出了状况 和队长王俊凯一样 也不得不开始吃消炎药 哇 这次可能高音有点深 对 高音实力 再唱了一 高两分 首先啊 讲那个流程 先说一下 就是 三先别那么紧张 压力别那么大 放松 真体的不是 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演出时 也只能坚持 就算好不容易 有休息时间 也还要和现场导演进行演出的细节沟通 好 依次顺遇小凯女孩和见喜 从盛将出来唱新改过的哈尔这首歌 李承泽还会出来将结束一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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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帮你哥到一位 好 谁来藏了 细心的工作人员 也想尽一切办法 让三人尽快恢复健康 能够以最好的状态 迎接即将到来的粉丝见面会 吃饭了 吃饭了 两个猴子吃饭了 有没有那种能够 就是现场能够大家心情 劝夺和是安静的这种饭 有想要想 酒酒酒 特别多多 Let's go 去年来音乐台的时候 好 连个厕所都没有 两三个沙发 然后 食品里 没有 这天 TF Boys 开始了更加紧张正式的现场彩排 但是已经习惯了大型演出的小伙子们 在这个时刻 在这个时刻 却显得更加的放松 自然 我已经很喜欢对着人工 在重庆看过他的演唱会 他唱歌的时候很帅 然后这次去台湾进来 他觉得他人特别清闲 这次去台湾的优点就是比较成熟稳重 上次我玩了一个 那个玩了一个王者就测心灵年龄的 你知道千鞋多少岁 千鞋三十六岁 三十九 我算是九色 然后上面写的 上面写的评语是沧海桑田 然后王者的优点就是比较开人 沧海的优点就是有那种大客人参当 可以演着 就是我们有一次去拍那个拍摄 一个保安就保护我们就寸不过你 就是每次 而且每次 每次怎么走呢 就比如说朋友们他就这样楼上 或者或者就是比如说那个手吧 他就这样大号线带着我 而且感觉就像在草原上奔跑的那种感觉 走出来快 回头跟你说 跟上 这样子还有一个王 他和我十指合十 然后一直走 特别走 在街上的时候 想起去年我还能进去 今年可能就不行了 你今天进得去吗 试试看 去年还可以 去年还可以 去年不行了 这腿变长了吗 出来 我进得去 我可以进去 我是想脱离世俗的烦恼 我要在里面练歌了 快 我要出去 快 真的吗 这虽然里面很舒服 但是太闷了这里面 我就坐这里 好 那你们现在困吗 就困了 现在不困 上学都比这起来还早 中午 13人难得的休息时间 丰富的演出经验 让他们练就了一身 过硬的睡觉本领 随便的几张椅子 就能拼走出一张临时的单人床 在上面美美的睡一觉 你站一下 对 你站一下 对 特别酷 我滑了 你也温柔 还有一些 什么 偶尔 Armenian 蛋 梅 妈 妈 妈 我就用到紫的 为什么全是四月的 太苦了 看他的感受应该特别熟了 他不能咽下去 对啥 不能咽下去就干在哪 就算黑夜在漫长 风景全被折扰 我怎么变成呀 变得这样浮夸 用着灿烂时光 绽放不一样的光 就算黑夜在漫长 风景全被折扰 爱就有一片星光 季节一次一次更别过往 也在梦里不是些愿望 我要让全世界记住我的诺调 别这样 别这样浮夸 用着灿烂时光 什么意思 我更像我 我看我 你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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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彩排的灯光和音乐气氛 虽然能够很快让三人进入状态 但是迎接他们的却是更大的体力消耗 和更多的汗水 稍不如意就有可能会加重身体的不是 这些人在唱的时候你们的表情 因为他在拍着我今天看 他们拍的时候比如说是千景在唱 其实他会一直拍你的镜头 或者是拍小凯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表现 还是你在看对方或者你在看哪里 正好拍到你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也是因为激动或者想做什么动作 然后会这样一下 声音就会突然变大 刚才的彩排就有一个点大的时候注意点 就是因为我们今天那个升降什么 就全都是没有合 因为晚上肯定会把升降台合 一开门的时候 大家就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因为都逆光嘛 就是那个时候 就像我们今天拍的一样 耗子 就是妈妈全都动不动 天空空住以后 可能有两秒 两秒钟 直接往下 转那个清风那些手舍的时候 你是第一句的话 你要是 你干嘛呢你 你衣服湿了 你干嘛呢你 你衣服湿了 你干嘛 我给你拿一个 你衣服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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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源是三人中的开心果 经常能够把大家逗得非常开心 在台后丝毫感觉不到 演出临近的紧张气氛 带装彩排 意味着和粉丝们见面的时间 又进了一步 带装彩排 作为粉丝们的偶像 TFBOYS心中的责任感 变得更加强烈 因为我们很多精浓 女神的责任感 有一些天 我欣赏的 女神的责任感 一個青少年應有的風範 就是遇到困難不斷去挑戰 也不斷去克服它 天空是永恆的家 那你就是它的望過 悲傷是生活 任何突然也想追出 欣賞取來的光 輕輕的吹著夢想慢慢的伸展 紅色的星影 是我小時候不想笑一笑 多希望有一天能跟它一起飛 越來越多玻璃燈珠 越來越想 我知道我已慢慢地想到它 在我歲月慢慢地想到它 在我歲月慢慢地想到 等待的時間總是漫長的 TFBOYS的粉絲們 為了能夠離自己的偶像距離更近 已經困不及待地 開始在演出場館外活動 要看自己努力程度 然後更多還要看粉絲能支持多久 畢竟粉絲是我們所有嘛 他們能支持我們多久 我們才能活多久 你覺得你還有時間去啊 我們要開始點天啊 好stüt 我為什麼要不吹 我也是 舞台燈光卡卡卡 咋就 咋咋咋咋 你得擺一下人是嗎 你们能谈谈吗 我谈谈 想谈谈 做好好的表现就行 就是不可能有一个人 你能做到十全十美 肯定是会有人不喜欢你 看见别人这么说 又跟风这么说 但是其实我觉得 是不够了解我们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 经过后来 了解我们之后 就转投我们粉丝 然后也不会再 就说我们的坏话 就觉得大家如果 多了解一下我们的话 你不喜欢那也没办法 你如果喜欢的话 那当然更好 我哪能同学啊 这应该的时候 你又是应该也能不能 我没有说话 我和你说 拜拜 拜拜 我现在就拍个鱼饰 我现在就拍个鱼饰 我现在就拍了 我现在就拍了 一二四个方向 我现在就拍了 四个方向都拍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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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是會有 但是我不怕看成一個壓力 面對自己的粉絲 就是要享受一個舞台 不能去把它當作一個任務來對待 就是要去享受舞台 帶給大家一個歡樂的時光 就是大家一起享受它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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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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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兒電腦 在那兒 在那兒媽媽 不要用複子 來看一下 我愛你 來看一下 大家付出了这么长时间努力辛苦啊 就为了今天一定要最最最最厉害的演出啊 祝愿我们那个TIFO 我们三只最可爱的邵宝贵 今天演出一定要大成功好不好 一二三 加油 第一次 一个一个梦飞出了天窗 一次一次想穿梭就失光 雨再大 夜总要回家 被淋湿的鞋 晒干在出发 轻松的步伐 被你吐抽烧 十年之夜 是我们与你们共同水序的诺言 两年的TFBOYS 他们有着更产的力量和魅力 不能说这个组合有多厉害 但可以说这个组合一直在蜕变 站在舞台的中央 在粉丝们热烈目光的焦点下 他们也在拼命地回报这些爱 有他俩陪我 真好 其实 我觉得无论怎样 我们要一直走下去最重要 我想对一直陪着我的粉丝们说 谢谢你们 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你们给我们的爱 我也爱你们 第二天一大早 立刻投入新工作的他们 对昨天的见面会又有怎样的想法 花热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在大舞台上 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唱歌 更有在继续下去的动力 我觉得还是很开心 很感谢大家的 偶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也许他们不能给出标准答案 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努力 给大家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